从主播台转战演艺圈的艺人吴依佩 这模仿过不少的角色 而其中最像的就是主持人莎莎 那么这一次刚好碰上莎莎请假 制作单位就请她来代班主持了 还和搭档欧汉生一起扮演成电玩角色 模仿节目主持人不仅要负责主持 自己也下海大玩cosplay 扮成电玩当中的经典角色 仔细看看 女主持人好像跟平时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 原来莎莎有事向节目告假 制作单位找来看她相似度超高的吴依佩 上阵带打 到带莎莎的班真的很开心 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模仿莎莎的话 最重要就是头要往前伸 然后讲话要有点就是比较含糊 就是她的特色 模仿莎莎很有心得 那吴依佩和莎莎比一比 两人都有一双大眼睛 脸颊苹果肌都是圆滚滚的 笑容也几乎一模一样 还有脸型和下巴都很雷同 简直像是两姐妹 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你不要再闹了啦 你才不要再闹你 因为模仿莎莎技巧实在出神入化 让观众看了本尊分身已经莎莎分不清了 这种新闻范今晚谈若仪台北采访报道